我叫陳萊發 我是埔寧英哥輝宜傳承人 但我搞英哥我到現在已經有四十多年了 我在讀詩的時候 因為我這也是可能對這個意識有一點喜歡吧 因為從小學到初中 美娘六一兒童就我都自己一個節目 我都是對這個意識我就有一點喜歡 我十九歲寫英哥五 今年六十一 五應該是五到四十五歲左右 當時十九歲是在一個火林場做工 後來就寫著英哥 粵語也是學了英哥 學了英哥以後我後來就到那個做水管 去做水管神業 以前是有些一個軟綿綿的來舞 還可想的是體力佛 真的是體力一場幾分鐘下來 你受不了了 那氣都出不來 是這種的 如果你沒有力氣搞的 那不想撞你就搞不出來了 可能軟綿綿的東西 然後就要 就要出力氣嘛 來參加英哥五裡面的人 都是在村裡面 有做什麼 有賣菜的 當老闆的 那個在單位上班的 都這種人 是粵語的 其實對英哥五這個隊員 他怎麼來搞英哥五 又不是專業的 我第一句話說 就只要是他自己這個本身 他本身對英哥五的熱熱愛 對英哥五他熱情熱愛 才能這樣搞 像我們去出養人 去到北京到天津 那這麼兩個路去到四川去養個車 他有時候在這個場裡 去了這麼多天 他還要在場裡 人家還扣他工作 好 打三號 我每年我一定要培訓 我培訓我是用傳春 用高音喇叭向傳春說 為楓洋明江藝術 對英哥隊精良 要吸收那個新的隊員 有對喜愛的青少年 怎麼說說來這裡學習 我是用這種方式來的 每年都有這個英哥隊員才能產生 那隊員的演員才能產生 也產生不衰 一般父母對孩子寫英哥的 他是支持的 有時候是他孩子在故鄉來寫 是這個 就是這樣 年輕人洗方式來搞搞搞搞搞搞搞 他就不想到了 有時候他是結封的 他就不想來了 就是 因為 演員流動性太大 有時候來 一娘來了有時候來的最多幾十個 現在有時候幾個 十來個五六個都是這種的 現在很少 那個離房也不那麼小 我從十九歲到現在 我都沒有 過年的時候我沒有跑過清潔 到現在 就到現在都沒有 如果三十晚上 如果明天過 明天超越了 三十晚上的 兩天就要起來 在有時候搞了幾天 就沒辦法在在家裡過 過什麼過節啊 到現在我都沒有 五音歌 一個演員 一個什麼 也要靠家裡人的支持 所以我這樣 我覺得家人對我支持很大 最難忘的就是還是 零八兩阿彌陀 這個當當一個農民隊友 能在北京強強能 那國籍下 把你的意識在裡面 表揚到 像給那個 全世界各種農民 來看 真的我 在我心裡來講 真的我 就是這個 在我心裡 心裡上 就是感覺到 這個從不必忘記的 就這一次 我就感覺到 那整個自己 感覺到好自豪 真的有這種感覺